VBA部分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就是先来讲一下有关按钮部分 前面也是一样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可以帮我填入资料到 这个比如说H栏的 H2到H7这个范围 比如说输入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两重逻辑 这个输出当然要直接把那个结果给输出 不过逻辑判断其实在VBA里面做的 那另外有个清除 还有成绩多重 多重部分的话呢 是借由什么 是在VBA里面做的 不是在那个函数里面做 所以跟这个旁边这个不太一样 但是逻辑是相通的 那怎么做 后面当然我有补充 就是说除了说你要加上里面的资料之外 其实还可以变换它的颜色 那其实最常用到的 比如说哪些颜色 包含就是说呢 我们输出的时候呢 比如说可以更改它的字形的颜色 或者是框线颜色 或者是它的底色 这些其实都可以都可以办得到的 所以也许你将来做了输出之后 来顺便想要把什么 它的格式也做一些变化 那实际上也都可以 就由这些来做 那你可以把它清除掉 可以把格式给清除掉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那个成绩这个 讲成绩输出的 其实可以先讲那个清除 为什么 因为清除跟前面实际上差不多 那清除的话 其实程式 我像我们前面有写过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七列 那做什么呢 把 h 栏的资料给清除 那清除实际上就是输出给它 那个两个双以后 表示给它空置串 所以写法的话 当然前面因为前面写过了 所以我们比较快的来做一下 第一个当然一样 你就开启这个开发人员 里面的visual basic 那一样 这边一定要先插入一个模组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先插入 预先做了一个模组 所以本来就有了 ok 然后模组里面呢 当然第一个 你可以再插入一个清除 这个清除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呢 叫清除 按确定之后 那你这个sub就会出现了 只是说中间这个程序 里面是空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写上去 这个前面好像也有写过了 就是for i等于第二到第七 这个都固定的写法了 跟前面其实 因为前面已经有写过 几乎 我而且应该写了不止一次了 所以这个我们比较快的来讲 一定会有个for 一定会有个ness for 哪一个i的话是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是在2到7之间变化 实际上值的就列 ness的值的就是下一个 2 3 4 5 6 7 所以呢 你会发现 他会一个一个帮你去做什么 把h2 这个h值的是h蓝 所以sales一定是先列 再蓝 然后做什么呢 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那我们做完清除之后的话 假设我今天呢 我希望看到什么 这个VBA里面的资料 假设我把它放这边好了 我这边比较这样 这样来看 假设我今天先做一个输出 我如果要清除的话 可以把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可以把它 诶 delete了这样 实际上就是 丢出一个空置串到这边来 那实际上就是等于 等同是清除 ok 那再来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这个清除做完之后 其实我的习惯怎么样 ctrl c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贴上去 改什么 改一个什么 这个地方改个成绩 中间假设的话 假设我们这个重新撰写好了 ok 那如果说你今天 输出的话 假如要从清除来做修改 那你可以中间 特别说 关键就是说 如果在VBA里面 你要做逻辑判断的话 ok 特别说 VBA里面的逻辑判断 以后都大家固定的 第一个 按一个tab键 这个tab键 是 主要是做缩排 一接一接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缩排的话 同样 一接你会发现 你程式会看得很不舒服 没办法看到它的阶层 ok 所以习惯上会按个tab键 逻辑先给它 撰写的方法 未来都差不多 一副 后面记得空格 空格之后呢 给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 你要判断什么 判断我们的 一栏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等于大于等于60 如果是的话呢 那就是输出合格 反之就是输出不合格 撰写的方式特别注意 一副什么呢 一栏 一栏的撰写方法 记得就是sales 刮壶 因为我要抓同一列嘛 所以同一个i 然后一栏的话呢 请你这边 直接就是一样 双引号1 然后把它刮乎 表示说从一栏里面去抓资料 判断一下 是不是大于等于60 所以大于等于60 空一格 这样 那一栏里面去抓资料 这样